三打小就生病,长大了才好,但脑子仍旧不正常,时常乱发脾气,心智如同孩儿般单纯。你带走他,他要怎么再进王府活下去,直接去送死吗? 人婆子几句话说得小裴是说不出话来,他知道这个儿子的缺憾,也是他最担心的事,但是他长着跟他弟弟一样的脸,只要不说话,就能骗过所有人。但显然姐姐不会同意他控制住冗长的,而且恐怕也控制不住。 你来安城做的什么我不想管,但是你要动老三,我不会同意,这个孩子你是有亏欠的,你真是他亲娘,就别去打扰他的生活,世子之位那是你的事,我们管不了。 倒也不是非得现在将大儿子弄回京城,老二尸骨未寒,老大是他唯一的希望了,更应该小心谨慎才成,绝不能让京城里的那些人知道还有个老大存在。 好在那个村妇怀了身孕,等孙子生了出来,再从长计议。 这么说来,我比他幸福多了,当年谁也瞧不上咱们夫妻两人,而今,反而是我这个不争不抢的,过得最熟悉。 任老头听着媳妇这话,心头宽慰,任婆子再一次回头朝府邸看了一眼,又是摇了摇头。 老二没了,老大是他妹妹全部的希望,看来他不会罢手的。 好在任先稳住了,不过,老三他也接不走,等时日一长,就会死心吧。 任老头和任婆子才回家,三媳妇就过来了,宋九也知道了公婆今日入城的成果,对方并没有为难两人,瞧着也没有谈崩。 大概上次他和荣长在街头那么一闹,算是过去了。 以后还是跟他家夫君逼着那家人吧。 即使荣长的生母来认,他也不准荣长相认的。 媳妇,今天二哥说有些羡慕我,说傻人有傻佛。 二哥说二嫂偷偷摸摸地在喝药,他又不敢问,还说实在怀不上孩子,那这一辈子不要孩子也没有关系。 反正我媳妇特别能生,将来人家有传人,不在乎他二房这一脉。 宋九才知道,原来二哥什么都知道,亏得二嫂一直瞒着,今儿个他原本也想去劝劝的,但是二嫂防着他,他也不好多说。 嫁进人家两年没生,其实也没什么吧,也不代表不能生吧。 宋九又问他家傻夫君,二哥还说了些啥,原来二嫂为了吃这补药,把二房的现钱都花完了。 二房悄悄地在卖粮,他们不敢在村里头卖,怕被公婆和轴里知道,就卖隔壁村去了。 夫君,这里有二十两银子,你怎么赚到的?你简直是太神了。 你把钱收着,上一次你不是说地被三地家买走了吗?心头有些遗憾,以后你在村里头留意一下,有地咱们用现钱买,我现在每个月的工钱都还不错,咱家话销不大,能积攒些钱。 那当然要买地的,我听人家说朝廷里派大师过来测雨,还要为咱们安诚祈福,指不定来年就下雨了。